Hello 大家好 我是帮你学PS的发听老师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PS里面色彩平衡的使用方法 那色彩平衡呢 它在PS里面非常的重要 我们经常去使用它 给一个图片添加某种色调的感觉 当然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使用色彩平衡更改图片色调的时候啊 它还可以对图片的影调 也就是它的明暗产生影响 例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图片 那图层面板这里有一个背景图层 我就可以在这一个图层的上方添加一个色彩平衡的调整图层 进入它的属性面板 这里有影调区域 我们可以去进行选择 色彩平衡可以分别对图片的阴影部位 中间调以及高光 去做不同色调的更改和处理 那下方有青色到红色 阳红到绿色 以及黄色到蓝色 三对互补色的画块 通过移动这里的画块就可以给图片添加色调的感觉 那例如我想给它的中间调做一个加青的处理 在这里选择影调为中间调之后 直接移动青色的一个画块 向左去拖动 大家来看 立马图片就出现了一个青色的色调 那这是我的第一种操作 那这样的一个效果还可以通过第二种操作来完成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青色这一个颜色是不是还可以通过绿色和蓝色 这两种颜色相互混合而得到呀 所以我去恢复它的参数 然后向右去拖动绿色 再向右去拖动蓝色 大家来看 我也得到了这一个青色的色调 那这样的一种效果和我之前调整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不存在区别的 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 刚才我所做的调整 是我勾选了这里的保留名度 如果我没有勾选这里的保留名度 我再给大家去操作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取消勾选它 第一种操作 向左拖动青色的一个画块 这是我得到的第一种效果 那我可以在这一个图层的上方 Ctrl Alt Shift加 E 盖印出一个图层 那我去取消显示它 那接下来呢 我去通过第二种操作 向右去拖动绿色画块 再向右拖动蓝色画块 这是我第二次操作得到的加青的效果 同样也在这一个图层的上方 盖印出一个图层 那此时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它之前的片子 那这一个图层一呢 是我第一次加青之后的效果 来看一下之前的之后的 你会发现第一次在我加青之后 图像整体变暗了 那第二次呢 这是之前的 这是我处理之后的 图像比之前变亮了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取消勾选了 这里的保留明度 那色彩平衡的一个命令呢 就可以对图片的明暗产生影响 那这三个滑块无论哪一个滑块 只要我向左去移动 图像就会变暗 向右去移动呢 图像就会变亮 这是它基本原理以及使用方法 那了解了这一个原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简单实力的操作 这一个图像 我想给它的高光部位做一个变亮 然后加阳红的处理 阴影部位呢 给它做一个变暗加青的处理 这样去操作呢 打开属性面板 我们说找到高光加阳红 如果我直接向左去拖动阳红的一个滑块 那高光一定是变暗的 是不符合要求的 那此时怎么办呢 把它给恢复回来 阳红还可以通过红色和蓝色 这两个滑块混合出来 向右拖动红色的一个滑块 再向右拖动一点点蓝色的滑块 是不是阳红的感觉直接就出来了呀 那此时这一个阳红的色调高光是变亮的 那接下来再去找到阴影 加青变暗 直接向左移动 青色的一个滑块就可以了 大家来看 这样一个对比反冲的效果 是不是直接就被我制作出来了 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效果哈 这是我处理之后的 那这是处理之前的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那么多 如果你想系统的学习人像修图和摄影调色的话 如果你觉得法庭老师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帮助大家从零技术开始 一直到精通Footshop使用的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